大家好呀,我是阿谢 今天给大家分享 简单又好看的笔筒教程 一根扭磅5厘米的地方折下来 再垂直折下来 留下0.5厘米的小尾巴 先别着急按下来 像这样盘圈圈 盘到第二圈 经过这里的时候 按下去固定住 小尾巴向下压 从背后正中间穿过来 向上提 有缝隙,调整一下 顶部捏尖 多余的尾巴剪掉 像这样一片花瓣就做好了 做16片花瓣 一个扭磅对折 5厘米的地方捏住 两根打开 交叉拧两下固定好 两边向下拿 两根扭磅紧贴中间位置 交叉拧两下固定好 剪掉一根 留下一根 像这样就是花托 做6片花托 4根扭磅对整齐对折 打开 将其中一根扭磅 从另外3根中间穿过 向上提提到顶部 捏住 两根扭磅交叉 拧两下固定好 两边向下拿下来 顶部捏尖角 一根根并排着 没有重叠 不留缝隙 由上向下滑下来 捏住根部 这边留到8厘米 取其中一根扭磅 缠绕一圈 绑好固定好 捏住根部 大拇指弧口 向上一推 滑个自然弧度 这样就是一片叶子 做两片叶子 三根扭磅做花心 扭磅缠绕到花杆上 取下来 稍微拉伸一下 像这样缠绕三根 将这三根手尾 连接在一起 盘圈圈盘起来 剩下两厘米拉长 涂抹上胶 折过来按压固定 花心就做好了 在花心的四个方向 涂抹上胶 先在四个方向 组装上四片花瓣 再到缝隙处 涂抹上胶 再组装上四片花瓣 第一层组装八片花瓣 在两片花瓣的缝隙处 涂抹上胶 第二层花瓣 安装在两片花瓣缝隙处 边缘对整齐 按压固定 花托垂直折起来 折成这个样子 在这个位置 涂抹上胶 放在两片花瓣缝隙处 按压固定 组装上六片花瓣 花杆上面涂抹上胶 从扭棒的中间缠进来 按压固定 根部涂抹上胶 另取一根扭棒 打个小弯钩 放上来 缠绕美化根部 边缠绕边涂上一点胶 缠绕完一根 接上一根 继续缠绕 间隔到十厘米 叶子上面涂抹上胶 放上来 用扭棒缠绕固定 两片叶子 一边放上一片 用扭棒缠绕固定 将花杆剪掉五厘米 涂抹上胶 用扭棒缠绕完 将花瓣立起来 食指放在背后 大拇指向后掰 调整每片花瓣形态 如果喜欢圆一点的花瓣 就把花瓣顶部掰开一点 花托食指 放进去 大拇指向花瓣这边去靠拢 捏住花杆三厘米 打弯下花头 像这样像玉葵就做好了 笔筒上面涂抹上胶 放上扭棒 按压固定 扭棒绕笔筒 在结尾的地方涂抹上胶 按压固定 接着接上一根扭棒 同样涂胶固定 放上扭棒直到把笔筒缠绕完 在笔筒上面涂抹上胶 将花朵放上来 按压固定 一根扭棒三厘米折下来 捏住一厘米 在一点五厘米的地方 拟两下固定好 像这样折上来一样高 折下来捏住根部 拟两下固定好 依次拟出六片花瓣 拟两下固定好 调整一下花瓣的形态 花瓣稍微打腕一点 多余的扭棒剪掉 扭棒在五厘米的地方折过来 紧贴着手指头转圈圈 小尾巴扣进去固定住 多余的剪掉 涂抹上胶 放上来按压固定 一朵小花就做好了 做两朵小花作为装饰 小花后面涂抹上胶 贴到笔筒上面 像这样 香玉葵笔筒就做好了 可以做不同的颜色 都很漂亮 教师姐也可以做好宋老师 大家喜欢的可以做起来哦 记得关注阿谢 拜拜